今天的在地真台湾系列专题报道 我们首先要带你来关心挽救传统艺术的故事 艺术呢本来就是一条孤独的路 在南投几集就有一间逃逸的创作馆 在久而一大地震的摧残之下近乎全毁 不过里头的老艺术家 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创作路线 并且交棒给第二代 就是希望这项已经逐渐视为的老艺术 可以再注入年轻人的创新思维 走出一条新的路 专注的把原土拉缩成形 他是林心杰 台一大的硕士生 从小就耳读目染 读完硕士班后 就毅然决然地加入这个 逐渐视为的陶土艺术行列 在思考自己人生的方向的时候 其实有做过很多评估 认为自己能够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因为当时可能也有别的机会 但是最后决定回家是因为 觉得延续这样子的文化 我们爸爸是很有意义的 不过想当个逃逸家并不简单 得要先把原土拉出心中理想的形状 匀干后还要用模具慢慢修 一刀一刀把底部修平 再刻上想要的图案 这些过程都要有相当的耐性 上色到烧雅就要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 所以我们整个流程 基本上大约是三个礼拜到一个月的时间会完成 承行后调好诱料准备上漆 从林心结熟练的动作看得出来 原土的塑形 修饰 上诱 到宋靖店摇摇烧 这些都难不倒塌 不过老爸林清禾 还是不放心地站在旁边叮咛 我在十年前就开始规划跟小朋友讲 在大概我们六十周年的时候 就要全一全来管理这一条厂 林心和看着自己创立一甲子的陶艺馆 经历过九二一大地震后 整个陶艺馆被地震震毁 从一无所有到重新出发 他还是秉持着艺术家那股傲气 坚持每项陶艺品都要亲自把关监督 直到现在交棒 虽然嘴上说放心 但还是忍不住在一旁盯着儿子 希望林心结能传承这六十年来 对陶艺的创作坚持 父子的意见不合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全部 就是我们现代人经常会有的问题 细数这一件件的完成品 这些都是他们父子齐心完成的 对于这项逐渐没落的艺术创作 林心和父子全心投入 就是要将这已经一甲子的陶艺创作 继续往下一甲子迈进 名字新闻赖佩君 南投报道